不怕你抬干就怕你不干 哈喽大家好,我是娜姐 渣女的套路一般就是这七步 世上渣女千千万 当套路总是只有那么几步 用完基本上 被她惨得连渣都不剩 男生们一定要看完 记得点赞收藏哦 第一步,欲请故纵 她先是不回你消息 忍着你,吊着你 让你为她心痒痒 让你为她琢磨心思 让你为她付出 以静自动 从一开始就站在高位上 把控你 第二,给自己塑造人设 说自己内向传统宁缺无奈 再配上第一步的冷落你 瞬间让你觉得她一点都不随便 进一步做好让你持续付出的准备 给你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也是一个好女生 追不到我 肯定是因为你不够用心啦 她还会给你塑造一种假象 那就是只要你追到了这个女生 她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第三,给你威胁感 经常会在朋友圈晒一些礼物 比如说还有其他男生 约到出去玩的一些聊天截图 又或者是当这里的面不经意的提起其他男生 让你产生危机感 这样呢也能给你一种错觉 嗯,我是不是还不够好啊 我是不是要做到她口中那些男生 我才有机会啊 第四,给予希望 由于上面几步的实施 有的男生啊可能就被打击的退缩了 当你准备停止复输的时候 她呀又开始发一些伤感的朋友圈 让你觉得她没有你很难过 还会开始主动关心你 甚至啊 约会都不排斥你有肢体接触了 甚至主动牵你的手 这一步很关键啊 能让你快死的心立马满血复活 又开始了慢慢舔狗路 一个字 绝 第五,直接拒绝你 当你觉得一切啊顺风顺水 她呀又开始整出腰儿子了 随便这小事 她都能从鸡蛋里面挑骨头 让你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细心 虽然你也很莫名其妙 但是呢 现在的你已经为她沦陷了 所以她再怎么说你都会接受 第六步 她这个时候呢开始利用你了 做完了前面那么多的铺垫 她终于要开始享用美仓了 她会不断的索取 尽情的榨取你的价值 直到你为她掏空一切 一无所有 第七步 把你甩掉 这时候呢 你的价值已经差不多被她榨干了 她也就再也不需要你了 你的存在啊 只会影响她 去找下一条大鱼 所以她就会像热垃圾一样 买鱼尖掉 男生在遇到这些渣女之后呢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有个男生呢 会变得不再相信爱情 有个男生呢 她会因此变得自卑懦弱 甚至啊 有抑郁症的 还有的啊 被掏得口袋空空 倾家荡床 所以兄弟们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下次遇到疑似渣女了 请一定要对照这七步 特别是满足三条以上的 不要心存侥幸 赶紧撤退 真爱生命 远离渣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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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